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逼的一方面是在父母的干预下 可能会使让儿女错失一段好姻缘 前段时间有个读者跟我说 如果不是父母强行干涉我的婚事 我早就绞尽火坑了 李梦如今年26岁 家里有一个哥哥 李梦如的家境比较英识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对子女一视同仁 在李梦如上大学的时候 父母就为她买了一套房子 给她作为嫁长 在21岁那年 李梦如爱上了一个男孩子 那个男孩子是他们对面那所名校的学生 两个人一起在做兼职 李梦如做兼职是为了打发时间 顺便赚点钱准备出去旅游 而男生做兼职是为了解决伙食费 在做兼职期间 李梦如没少挨骂 都是男生帮她结尾 当她的传单发布出去的时候 男生主动帮她派发 派她加班 然后男生再把她亲自送到宿舍门口 李梦如觉得这个男生是个暖男 比自己的哥哥对自己还要好 慢慢的 她爱上了那个男生 屡次试探她的意思 很快 那个男生就跟她表白了 他们成为了一对情侣 李梦如父母之所以反对这门婚事 是因为男生是个凤凰男 家境十分贫寒 李梦如的男友父母以做小本生意为生 按理来说 家里的日子应该过得也不算太差 可是 李梦如的男友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子女较多导致家里的经济压力纵然变大 收入也只能够勉强养活一家人的 为了供李梦如的男友读大学 姐姐在21岁那年选择嫁给了一个39岁的中年男人做老婆 把彩礼留下来给弟弟读书 为了给最佳的弟弟留下读书的费用 李梦如的男友上大学后就不再问家里要生活费了 而是靠着兼职赚钱 大学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月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万多 这次我带她回了家 但我爸却有点不喜欢她 当的我的面直接说道 姐姐为了供弟弟读书 不惜用婚姻做交换典型的重男轻女 没钱还生那么多孩子 思想比较老旧 虽然收入很多 但是急需要报答姐姐的恩情 还得照顾弟弟 婚后经济压力依然巨大 不行 她没资格做我女婿 父母 哥哥 爷爷 奶奶 全部反对这门婚事 其他的亲戚都认为她被男人给骗了 可是 李梦如一直沉浸在美好的爱情里 不认为自己看错了人 在家里又哭又闹的 非要嫁给男友 这个时候 哥哥给她出了个主意 你要想嫁给凤凰男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陪嫁婚房 你就告诉她 因为你非要嫁给她 所以爸妈剥夺了你的财产继承权 把你的婚前房产还有车子都留给了我 之后家里的钱你一分都想不到 她要是依然愿意娶你 我们就可以考虑这门婚事 李梦如私来想后 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去找了男友 他要证明自己没有看错人 他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男友在跟两个女人聊天 根据对话来看 应该是男友的母亲及姐姐 弟弟 你想好如何说服孟瑶的父母了吗 我看她父母是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 你可别投机不重 十把米啊 为了娶到她 你失去了爱了三年的小雅 放心吧姐 只要我抓住李梦如的心 就可以娶到她的 说句实话 她跟小雅相比 性格上也差不了多少 她们一样温柔懂事 单纯可爱 而且更重要的是 李梦如家里有钱 等我娶到她 我就有新房子可以住了 到时候 我就把妈跟弟弟借过来 等你结婚之后 你一定帮忙 解决侄子上学的问题 我们那里的教育太差了 成立的学区房 我们也买不起 只能指望你了 当初你姐为了你们兄弟 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放心吧姐 我把小侄子的户口 挂在孟如的婚房上就好了 在这之前 我会让她在房子上 加上我的名字 李梦如没有推门进去 而是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看到她的反应 哥哥立刻就明白了 得知李梦如男友的计划之后 哥哥十分生气 喊上了几个人去找了李梦如的男友 逼着她当面跟李梦如说出了告别的话 并且保证不再纠缠着李梦如 即使再爱一个人 也别为她跟父母闹僵关系 父母反对儿女的婚事 这种情况是有发生 有的时候父母反对儿女婚事 是因为自身原因 比如我爸婆反对我舅舅的婚事 因为就是嫌弃救母家穷 无法帮助婆家脱贫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父母反对儿女的婚事 是出于关怀儿女的目的 当父母反对我们爱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采取冷静处理的态度 首先你需要弄清楚父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你需要根据原因去判断 好好的去考察一下对方的成品 最后如果父母反对的原因确实是存在的 你就需要谨慎考虑一下 你们这段婚姻的可信心 如果是父母误解了对方 你可以另寻其他方法证明你的眼光是正确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 儿女都不要为了爱情就轻易跟父母闹僵 万一你跟父母闹僵后 发现自己所嫁非人 那么到时候为你出头的人都没有了 余生嫁个愿意为你花钱的人 虽然说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不代表着他真的爱你 但是男人要是一分钱也舍不得为你花 那也说明他肯定不爱你 如果你嫁的这个男人不仅舍不得为你花钱 而且还打你娘家钱的主意 甚至是为了得到你娘家的钱才决定娶你的 那这个男人真的不适合娶你 男人对今天的态度是一块试经事 考验着男人的人品 一个愿意靠自己努力赚钱 为妻儿冲起一个家的男人 即使短时间内很穷 也可以成为妻儿的依靠 一个从一开始就想着吃软饭的男人 早就失去了变强的斗志 也不适合女人去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将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